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心强大起来 战役更有力量 欢迎您收看厦门卫视两岸之行特别节目 战役新力量 我是主持人 辛振宇 疫情防控当中为了减少外出感染的风险 很多人都在在家里 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 基本都被要求带在家庭 这一个最小的封闭单位里面 长时间在同一屋檐下共处 让不少家庭的代际矛盾也是凸显出来了 家长如何与家中的大朋友小朋友 这些网络上笑称的所谓神兽 更好地相处呢 在心灵维护上 父母应该多做一些怎样的功课呢 咱们短片之后一同来开启今天的话题 受疫情影响 学校延迟开学 如何与家中神兽和平共处 成为家长面临的一道难题 就幼儿来说 这些小孩子本来就处于活泼好动的阶段 现在让他们宅在家里按兵不动 考验的是家长的耐心和智商 首先 家长要给孩子当玩伴 想尽招数 哄着孩子在家玩 其次 家长还是营养师 家庭医生 面对疫情要给孩子补充营养 提升免疫力 此外 家长还要负责孩子的教育问题 每天扮演多重角色 很多家长直呼 太艰难 当然 如果幼儿的家长觉得自己很艰难 不妨看一下小学生的家长 也许会感觉好一点 自打全国中小学进入停课不停学状态 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愈发紧张 从帮忙网课的前期准备 到监督孩子上课听讲 再到下课后紧盯微信群里的家庭作业 超长假期把家长逼成了监工 另一方面 小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完全在家长的监管之下 学习没有动力 生活也失去了自己的空间 对于孩子更大一点的家庭 矛盾则更为复杂 一方面 青少年的升学压力 让两代人都很焦虑 例如 有心理热线接到家长求助 反映高三学生在家打游戏 不上网课 劝也劝不听 家长无奈又焦虑 另一方面 青少年本身就处于情绪波动期 本就时常和家长两看两相艳 如今 他们长期在家封闭生活 焦虑情绪逐渐累积 如果家长再多说几句 口角冲突可能会被立刻点燃 好 那么如何处理好 疫情防控期间的亲子关系 并且做好亲子互动 我们今天将与两位心理医生一同来探讨 因为宅在家里的时候是比较久的 所以说很多小朋友和大人之间就出现了一些矛盾问题了 很多家长把亲子关系紧张的原因归结为疫情 认为只要疫情结束 亲子冲突就会自行消失 那么这样的一种判断和思想 现场的李云医生 您个人是否赞同 其实关于亲子冲突这个问题 如果是没有疫情发生 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 而且也是很多父母比较担心 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一个话题 我们就可以先来看一下 就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在亲子教育过程当中 我们难免会发生一些亲子冲突 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亲子冲突可能有哪些原因 再来看看跟疫情的关系是什么 那首先我们常见的 从家长方面来看的话 如果是说出现了亲子关系的一个冲突 我们很多是看到父母 他出于自己的一个本能 他想尽自己的所有的一个能力 去帮助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 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帮助和保护 所以他就会尽其所能 尽量给孩子提供所谓的 他认为最好的东西 但这个可能并不是孩子想要的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冲突出现了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妈妈说你吃点那个苹果吧 苹果现在含有那个酸比较多 可能会提高免疫力 那孩子说我不想吃苹果 我想吃香蕉 那妈妈就会说你怎么这么不停化 这个疫情期间你得提高免疫力 你怎么就可以吃香蕉 你不能吃苹果呢 这个就冲突可能就发生了 这是在家长角度在说的 那如果是从孩子角度来讲的话 那孩子他本身 他可能真的是存在一个 自控力确实是比较弱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的时候难免 在某些行为上 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 比如说现在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话题 就是手机的使用问题 那过长时间的一个手机使用 确实是有的孩子 自控力是真的控制不住 所以这方面也是因为 孩子的一些错误的行为 导致了我们的亲子冲突 那第三个方面 就是从环境方面来讲的 如果是环境方面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 就会出现亲子冲突 比如说写作业 看电视吃饭 包括现在疫情情况下 刚才我有看到 是上网课 我们在家里办公 在家里上课 这我们就难免可能会出现 有一些冲突可能会出现 所以我们分析这个原因 完了之后就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这个疫情 仅仅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就是没有疫情的存在 我们的冲突依然存在 有了疫情只会让我们的冲突 变得可能更加的激烈一些 其实不管怎么说 解决问题总比问题一直存在 而不解决来得好一些 所以说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 来思考的话 我们想说这一波的亲子矛盾的发生 其实也并非是坏事 好 那接下来 我们不妨来关注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题 就是在很多社交媒体上 网友们喜欢把一起 宅在家里的小朋友们 戏称为神兽 光听这个词 我们就可以生动地想象出 这其中的调皮和逗趣了 那接下来现场的红灵医生 我们来请教您的就是 咱们更实际地讨论一下的话 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判断 自家的这位神兽 究竟是正常的表现 还是他出现了心理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黏人 爱哭 厌食 噩梦 这些情况算不算 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可能要先从这个正常 跟不正常 这二维的一个观点里面跳出来 其实我们的心理活动 从正常到异常是一个连续的谱 中间会有很多的心理反应 我们在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事情 影响比较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会相应地 身心上都会出现一些反应 那对于大人来讲 我们可能可以意识到 并且用语言来表达 但对于孩子来说 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可能更多的这些心理反应 都会表现在行为上 像您刚刚提到的一些爱哭 黏人 或者其他的一些表现 那么这些表现的话 他可能会随着时间 情境的变化 而有所改变 或者改善 甚至是消失 那么我就会认为 这些表现 或许它可能只是 我们在一些事情底下 产生的一些心理反应的表现 虽然可能没有那么舒服 可能是影响别人的 但是还是可以被接受 被接纳的 当然如果这个表现 反反复复的出现 或者变得更 影响更加严重 他可能就需要一些心理医生的帮助了 好的 那其实我们说 作为这个长期在一线参与 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的 现场的理议医生 您一定是攒了不少 有关这方面的案例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 在节目的现场 其实啊 在这么长时间 包括我自己有切身感 在家里怎么陪孩子玩啊 玩什么呀 对不对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互动游戏 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同来分享一下 可以没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确实比较特殊 因为这个疫情影响 孩子都不能出门 所以在时间憋得很长时间之后 孩子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情绪 也会说讨厌这个病毒 或者是不喜欢这个病毒 所以今天可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游戏 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亲子的互动的一个关系 也是没有 也是可以的 首先呢 我们可能家里面需要准备几张的纸 或者是废报纸都没有问题 或者是蜡笔 然后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纸张上呢 就是像这样子 需要画上孩子心目当中的病毒是什么样子的 天马行空的想象都可以 对 他随便画都可以 但是你要跟孩子一起做这个事情 画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引导孩子 找出来这些对抗这些病毒的方法有什么 我们就要找另外的纸 也是废纸也可以 然后上面要写上 比如说我们要多喝水 多通风 或者是说我们不吃野味 我们好好睡觉 所有这些办法呢 要写到另外的纸上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写的办法 揉成团 然后把我们刚开始在跟孩子一起做的这个作品 我们的这个病毒的话 放到地板上也好 或者贴在墙上也好 然后就拿我们的刚才想的办法 揉成团的办法去砸它 就是等于说打病毒 这个游戏叫 我们就打它打它 然后打完之后呢 可能我们接着我们还去引导孩子说 你要从这个纸团当中拿出其中一张来打开 然后需要读 我用了什么方法打败了这个病毒 比如说我们可能抽的是不出门 我们就会说 我用不出门的方法打败了病毒 这样子引导孩子 这样可以给孩子一个力量感 就知道我可以控制好我自己的行为 我可以不出门 而且我有办法可以去应对它 也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亲子的互动的一个乐趣 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游戏 我们其实它包含了很多方面 你比如说大人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互动的 这样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孩子在画画的过程当中 他的想象力的一个空间 这样的一个发挥的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你打完了之后 这里面告诉你为什么打它 是不是 同时又让我们知道了很多的这个知识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小的游戏 尽管非常简单 但是却非常的实用 那么亲子关系呢 说来是一个十分微妙的一种存在了 它会随着孩子所处的年龄层 而出现不同的变化 刚才呢我们探讨了像幼儿园啊 小学生阶段的一个亲子问题 而对于那些更大一些的青少年 亲子关系又将会如何 在疫情防控的当下做到更好呢 我们稍时休息 稍后继续 所谓不辅导功课就母词子孝 辅导功课便鸡飞狗跳 督促宅家的神兽上网课做作业 您是不是也快气出内伤 给予更多尊重与空间 家长们能否守住自己的情绪 帮助孩子更好缓解压力和焦虑 正念焦虑传送带心理练习法 即将展开教学 两岸之行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关注 两岸之行特别节目 战役新力量 那么对于青少年和父母关系 很多人会感慨和归咎于叛逆期 特别疫情防控期间 有的孩子因为想要出去玩 和家长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有的家长自己焦虑 又把这个情绪传递给了孩子 还有的家长抱怨孩子天天沉浸在电子产品里面 是不学习不听话等等 好那现场的红龙医生 我们继续来请教您 咱们说首先从这个大人的方面来说 父母是不是也会在疫情期间出现这种心理问题 然后呢主观上导致了这种亲子关系的失衡 您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出现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节呢 首先它是不是一个心理问题 我觉得可能还不一定到哪个程度 但是这一次的疫情的话 它对我们的生活实实在在的是产生了一些影响 它影响了我们的活动环境 影响了我们的活动范围 我们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甚至我们感受到了生命安全的一个危机 那么在这样的影响底下 我们当然会在情绪身体各方面受到了一些影响 甚至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稳定性 进了影响到跟别人的互动 那在亲子关系里面当然也会影响到跟孩子的一个互动 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也会影响到 我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你上班了一天很忙了 然后很努力地干活 结果被老板臭骂了一顿 回到家 你家的孩子跟你说我想看十分钟电视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今天被老板表扬了 涨了一个月工资 涨了一个月工资 回到家以后你小孩跟你说你要看要看十分钟电视 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吗 反应是一样的吗 那如果感受和反应都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想一想 我们的这个感受 是不是可能是来自于前一件事情的一个心理状态 而不是单纯的因为这个孩子讲的 想看十分钟电视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对于父母来讲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讲情绪管理 但其实情绪管理可以分成两个词来理解 叫做发现情绪管理行为 所以每当你的孩子当你感到很愤怒的时候 很想发火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一下 去想一想 我这个情绪到底来自于哪里 如果不是全都因为孩子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深呼吸 并且去想一想 我可以怎么样应对 会更有效一些 对 其实我觉得刚才红灵医生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非常的有用 其实家长有时候想要控制孩子 其实这个 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这份心情 对不对 但是你控制他 未必控制得住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明明是大家会说 我是为了你好 但是又经常不被理解 那么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们 到底该怎样与他们进行沟通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现场的理议医生 就是培养孩子这种自我管理 留出自主的时间 包括这种日程 不过度的这种模式化的话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提供给我们 其实刚才听到您说 要给孩子 青春期的孩子一些自主权 其实这个方法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也能缓解一部分的一个尴尬的局面 就是争吵的一个局面 那这样的话 其实给了孩子很多的一个 独立自主的一个空间 那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的 一个标签是什么 关于青春期小孩的标签 就是这个孩子太叛逆了 那叛逆后面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独立 我要自主 所以如果是你能给他这个空间 当然特别的好 能够去帮助孩子 完成一个心理过程的一个发展 那在给他这个空间的过程当中 我们父母可能是需要 有一定的方法的 不是说我完全给你空间就好了 可能我得需要 在我的掌控下给你一定的空间 当然孩子青春期 他年龄还比较小 他的那种自我管理能力 和那种独立自主的能力 还是不够的 所以一定得让我们在协助下 协助他去完成 这个自主能力的一个发展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会讲到 孩子会嫌父母啰嗦 他会觉得我妈妈什么都管 我好烦 然后当我们如果问到他 如果你爸爸妈妈 真的什么都不管 你愿意吗 孩子刚才说我愿意 然后你再仔细地问他说 不管你吃 不管你住 不给你买鞋 不给你买衣服可以吗 他们马上就反馈说 那不可以 所以我们的自主管理 是要分方面的 就我们要分 比如说你的生活基本能力 如果是你想让父母管你 那你就得舍弃一点 你得让你被你父母管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在一方面 呈现在不同方面 我们怎么样去完成 孩子的自主能力 那如果是从一个 小的方面来看的话 怎么完成自主能力 也是在我们家长的 一个控制下 完成自主能力的一个发展 协助他发展 也还是拿手机举例子 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就说 这个孩子玩手机玩太厉害了 我给他玩两个小时 他都不愿意 那这个时候孩子可能 希望玩二十分钟 二十个小时可能都不止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 在我们协商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朝我们父母心目中的 那个值去协商 比如说那你说我让你不玩 你肯定受不了 那我们觉得跟你玩 半个小时可不可以 孩子肯定说那不行 我得玩三个小时 那如果你就再给他 让一点点 你说那我给你 一个小时行不行 那这个孩子会很聪明 他说你看我父母都给我 退步了让步了 我也让一让 你就跟他协商两个小时 最后那个指标 一定是我们父母心目当中的 那个是 那个是在 这个就叫在我们的掌控下 在我们的一个协助下 怎么去完成这个 四组的一个限制 对 其实就是互相之间的理解 包括这种很有效的沟通 其实在对家长和孩子之间的 这种处理好的关系 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有印象 就是在我们战役心力量 特别节目当中 之前洪灵医生 有上过我们的节目 而且在做客那一期节目的时候 给我们的观众们 介绍了两个叫做 这个心理疗法的一种练习 那我觉得在今天 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非常的难得 能不能再给我们传授一个 消解焦虑的 这种练习的方式和方法 当然可以 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练习的话 可以是 我们运用到一个小工具 叫正念 当然这个是一个 正念 正念 现在是一个蛮流行的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是青少年 我们可能不必要说 学会这个怎么做正念 我们只利用这个小工具 来帮助自己应对 大脑里面的想法 应对我们的情绪就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舒适的知识 去躺下来 或者坐着 都没有问题 睁着眼睛也好 半闭着眼睛也好 闭着眼睛都可以 我们可以去想象 我们当中脑海里面的想法 去看一看 我在想些什么 是想今天的事情 想刚刚的事情 想昨天的事情 或者是 在想开心的事 想不开心的事 可能你会发现 好多好多的想法 在脑海里面 它不断地在动 跑来跑去 甚至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只有大脑 在想事情 可是我们的身体 比大脑的范围大得多 不只有一个大脑 所以当你开始 意识到 你大脑里面 有很多想法的时候 并且也愿意 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去想象 你大脑里面的想法 就像一条河流 它在你的脑海里面流动 而每一个想法 就像河流上的一片树叶 它会慢慢地 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 然后会消失在你的视野里 那直到下一个想法 替代了它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 跟这个想法 保持一定的距离 去听一听 看一看 它在说些什么 想些什么 甚至我们可以 保持好奇心 去观察 如果你开始感觉到 有很多的想法 让你很累了 那我们也可以 顺着我们的呼吸 在每一次吸气的时候 把注意力 引导到我们的肚子上 你会发现 当你吸气的时候 你的肚子是鼓起来的 当你吐气的时候 你的肚子就会恢复原状 你不需要刻意地去 调整你的呼吸 是保持呼吸就可以 甚至你可以把你的手 放在肚子上 去感受呼吸的同时 肚子的变化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把注意力放到肚子上 你会发现 你的肚子里是没有想法的 只有呼吸的律动 只有一个宁静的感觉 把注意力保持在你的肚子上 一段时间 并且能够让自己 跟这个想法保持一定的距离 让自己跟这个焦虑 保持一定的距离 好 我们感谢现场的两位医生 又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好的意见和方法 那么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其实也给千千万万的家长们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家长可以好好利用 这一段与孩子相处的时间 学习如何倾听 了解孩子的真实感受 练习如何与孩子 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只有当这些通路都打通了 后面的事才能够事半功倍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